怎么用手柄无线玩苹果Mac游戏 其实有很多手柄都支持用无线的方式玩苹果Mac游戏 它俩连接主要用的是蓝牙 我们以这只手柄为例 首先要把手柄切换成蓝牙模式 它这有一个第二行叫iOS 按住B再加Home键 启动手柄就是iOS模式 也就是蓝牙模式 这四行灯的第二个量就是蓝牙模式 然后在苹果Mac找到蓝牙设置 下面就会有一个手柄的标志 我现在是已连接 然后在设置的最下面有一个游戏控制器 这个位置就能看到 这是Xbox无线控制器 然后点一下识别 这样就说明手柄和电脑用无线已经连接成功 然后我随便拿一个小游戏来测试一下 这个是OpenEMU 是一个模拟器游戏 它可以选择不同的显示模式 还有不同的效果器 其中这个CRT这个效果器也是挺有名的 这种隔行抽线的感觉 再来个全屏 对了 在这也要设置一下 这有一个设置 编辑游戏操控手柄 在下面这个位置选择默认式键盘 选择这个手柄名字就可以了 上下左右 在这可以自定义 现在有很多这种手柄 它都没有写是否支持苹果Mac 但一般支持蓝牙的 它都是支持的 你们可以先问一下客服 如果已经买了的 可以试一下 就算是不行 你给它插个线 插到苹果Mac上 也是可以用的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 全部内容 给各位参考